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事台湾显法学节目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邀请到许晋雄 许教授为我们主讲 许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 李仁苗教授 大家好 许老师是我们 台湾县法学会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台湾民事学堂的护校长 在县法学以及国际法学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在上一周我们已经跟观众朋友 介绍有关 自由权里面的精神自由 在更早之前就是包含 这些言论自由 表现自由 秘密通信自由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在自由权的这个领域 来跟观众朋友探讨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部分 是属于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有关经济自由 这个部分 在人权体系里面也是很重要 那大家都知道国家的发展 跟经济的这个自由 有重大的关联性 那在现代人权发展当中 经济自由 这个保障到底有包含哪些 那这样的自由 跟其他的人权 有没有一些差异 特别是跟精神自由 有什么不同 那是不是可以请许老师 来帮我们做讲解 现在国家对于经济发展 都很重视 所以政治人物或候选人 在选举的时候 最喜欢讲的就是 我会带领经济发展 会让大家赚钱 日子过得很好 所以现代国家 以资本主义为基础 来发展经济 当然很好 但是如果放任 什么都以经济发展为优先 那就会影响到 种种的其他的人权 而且更严重的是 如果放任 自由经济的发展 以追求利益 跟资本的累积 无限制的纵容 他们继续发展下去 最后会导致 资源 社会资源 经济的成果 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只有少数人 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但是多数人 是被剥削的 大多数人 而且各种人权 也会受到危害 所以现代人权体系中 经济自由的保障 必须在 民主 法治 平等原则之下 考量如何规制 调整 跟其他大多数人的人权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 谈到经济自由的人权力 人权里面有经济自由权没有错 但是经济自由权是人权体系里面 最外围的 说起来也许是被限制最多的人权 所以我们经济自由在探讨的时候 常常是注重在 怎么样限制经济自由 才能让其他的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当然 说到这里 我们也必须介绍 民主 法治国家 在人权体系 保障经济自由权 这个权力 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居住全席的自由 人生可以自由自在 自主移动活动的自由 那这个就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保障 每一个人都有选择 我要从事什么职业工作的权利 也可以选择我要经济 经营什么样的事业的权利 我要开一个小商店 我要开一个大工厂种种 可以自由从事各种 各行各业的经贸活动的权利 那这个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保障财产的权利 财产的自由 可以每一个人 可以对自己经济活动 所储蓄下来 所累积下来的财产 拥有不受他人 不受国家任意侵犯的权利 那这个就是一般所称的财产权 财产的自由 谢谢徐老师 刚刚就经济自由的这个内容 还有他这个限制的这个基准 那就是徐老师说这个是受到比较多限制 那事实上其实在美国跟在日本 它相较于精神自由这一块来讲 他们也发展出一种叫做两重的基准 双重的基准 就是限制这个精神自由这个部分的法规 那要去检验的话 要用比较严格的这个基准去检验 可是相对于精神自由来讲 经济自由这个部分 就可以用比较宽松的基准 要限制经济自由就比较容易 比较宽松的基准 比较宽松 比较容易通过那个核心性的这个检验 那除了这个基准不一样以外 刚刚徐老师就是说 介绍有关经济自由这个部分 有包含三个主要的内容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居住迁徙自由 那徐老师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 居住迁徙自由跟人生可以自由移动的权利 那这个应该是在历史上的一个严格 慢慢发展出来的权利 那这个是怎么发展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居住迁徙自由跟人生自由移动 好像名词上有一些类似 那在目前我们台湾现行的 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 也有人身自由的保障 那这个部分 人身自由移动跟人身自由 这两者是不是相同的概念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过去大法官在708号解释 有关外国人的收容问题也有提到 前返要有一个合理的作业期间 那没有给这个 受暂时收容的人有及时的司法救济 那这个是逾越暂时收容的这个期间 那有没有由法院来这个审查 这个是有违反 现法第八条所谓的人身自由的保障 那宣告这个部分危险 所以这个部分就在我们一般初学者 包含像在大学的这些学习的这些学生 有时候他会很困扰 居住迁徙自由 人身自由 还有自由的这个移动 等等这个概念上究竟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徐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跟讲解 第一部分就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 在十六十五世纪人权还没有发展的时代 封建的社会 诸侯或是一个地方的领主领土 就把人当成是奴隶农奴 所以一般没有能力的人 就要跟随诸侯 一个城堡的城堡 你在他周围的地方 像他养的动物一样 每天帮他工作耕种 所以好像牛羊一样 被迁在被围在 他的一个诸侯的 所拥有的土地的范围里内 你就跟动物跟树木一样 不能自由自在移动 你离开那个领主到别的地方去 还是另外一个你不能没有依靠自己独立的生活 没有那个空间 在封建的社会是这样 所以随着人权的发展 就认为每一个人应该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这个是人权很重要 可以自由移动 我要选择要在哪里活动 同时既然逐渐发展出自由经济体制 自由经济的体制也必须要依赖各种各样自由移动的人 来劳动 来经商 来做贸易 种种 所以经贸活动 或劳动力的变动流动 都是必须要保障人可以自由移动的权利 没有保障这个权利 那自由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发展形成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有专制国家 特别是中国大陆 中国就是不是自由经济体制 所以它有很多大陆的人民 中国的人民是没有自由自在移动的权利 所以我们常常在报道上看到 有所谓流民 流浪的人民 你说也可以翻成流亡的人民 流动的人口 它在上海 在北京这些大都市 它是没有居住权 它是黑人口 所以就被压迫 被压榨 被剥削劳动的资金种种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 你不能进到上海去生活 居住在哪里 所以他们的人权就没有自由移动 这样的一个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 就是保障任何人都有在本国境内 自由自在移动 我要住在哪里 我要在哪里工作 我要在哪里履行的权利 也有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他国旅行 甚至移民他国 规划他国的权利 这个都是人的移动自由 目前保障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问到 人身自由移动跟人身自由 听起来好像都一样 但事实上是不一样 对宪法 对人权 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 就会常常造成误解 事实上 像我们刚刚提到 宪法第八条的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跟人身自由移动的保障 是完全两回事 它严格来讲 应该是保障任何人 你的人身自由移动的权利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人身可以自由移动旅行的权利 如果国家要限制你 要剥夺你这个权利 必须要依照什么样的 法定的手续程序的保障 所以任何要逮捕拘禁人民 必须要经过什么程序 所以基本上人身自由 反而是在讲 你要剥夺人身自由 应该要经过什么手续程序 是一种手续程序的人权保障 那我们这里所讲经济 自由权的人身移动自由是 我们本来就有自由移动的权利 所以两者是刚好相反 一个是你本来就拥有人身自由移动的权利 我要住在哪里 我要到哪里移动 我要旅行 我要在哪里工作的权利 相反的政府法律或公权利 要来剥夺你这个权利 必须要依照 比如说居票 必须要经过审判判刑种种 所以拘禁逮捕任何人 剥夺他人身自由移动的权利 必须要经过什么手续程序 法定的手续程序 这个是所谓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刚好跟人身自由权相反 但是因为长久以来被忽略 或是习惯已经形成 所以很难定正 再把人身自由权定正为 剥夺人身自由移动的权利的手续程序权 那就变成很麻烦 所以就长久以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刚好相反的一个名词的运用 这个也是人权研究的时候 必须要特别注意 第三个就是人权 我们一再提出 是保障自己国民 所以有限 外国人当然也应该依照各种状况 来给他人权保障 但是涉及到违法要遣送回国 要判刑遣送出国的犯罪者来讲 特别是外国人来讲 他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就跟本国国民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外国人人权保障的性质 当然可以有不同 不能比照本国的国民 一样的保障 徐老师刚刚有关 经济自由里面的居住迁徙自由 然后另外还 这涉及到 人身自由跟 人身自由移动的权利 那事实上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没错 因为在自由权里面 大概一般的学说里面 又可以把它区分三个大的区块 就是我们前几周提到的精神自由 那个区块 那今天讲的是经济自由这个部分 但是另外如果是涉及到有关 特别是在那个刑事 侦查搜索或诉讼那些相关的程序上的 权利为主那部分 一般现在现法学上也称为叫人身自由 但有些学生他会把那个误解为 人的自由移动跟人身自由有一些不一样 我想这个大概 徐老师是非常专家 把这个问题呢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包含一般的学生或法学院的学生做一个参考 那么刚刚徐老师有提到居住迁徙自由 还有跟人身自由这两个权利 那居住迁徙自由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第十条也有明文规定 那宪法第十条所保障的这个内容 应该是人 那么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个权利 那这个所谓的人 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个权利的保障 那究竟他具体的内容 还保障的那个内涵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徐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人可以自由移动的权利 主要有可以区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要住在哪里 或是你要离开哪里的权利 所以任何人对于自己所要定居的场所 可以自由决定 要搬家 要移到别的县市 别的地方居住 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忽略 政府公权力 还有法律制度 要保障任何人 不被任意的驱逐 离开他想要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在先进民主国家 要把在街头公园 在那边想要定居在那边的 所谓流民 警察是不是可以随便把他赶离公园 赶离公共场所 就是这方面的保障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要限制人 任何人 你不可以居住在哪里 或是要规定你要住在哪里 就是刑事民事的被告 或一些先离犯 就会限定他 我们常常在报纸 报道上看到哪一个先离犯 被限定居住 他一定要住在哪里 不能随便移动 那这个就是 夫妻也是有 要限定居住 有同居的义务 你不同居 不住在同一个地方 充分的理由跟原因 未成人子女 还没有成年的子女 现在是18岁 之前你必须要听你父母 或监护人的话 叫你住在哪里 要住在哪里 不能随便自己决定 否则要得到监护人 父母的同意 有传染病的 当然可以限定居住 这个都是限定居住 外国先进国家 当然必要的时候 风灾水灾地震的时候 就可以要求强制 危险地区的居民 你必须晚上不能再住在那里 要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种紧急避难的时候 国家有权要你变更你居住的场所 当然都有充分维护人权的理由 我们刚刚提到 对于租房子的人 特别是房东 不能随便以账架或这种理由 把房客赶出去 我们台湾对于这方面的保障 就是还有缺口 在先进各国 你要涨房租 要以涨房租为理由 把住户赶离 居住的地方 住户的地方 必须要符合物价上涨的水准 物价像日本已经十几年 物价没有上涨 甚至还minus 你房东就不能涨价 你涨价房客不同意 你要把他赶出去 说我不租你要把你赶 马上政府就记得不可以 因为你涨房租 必须要合理的理由 物价没有上涨 不能随便涨房租 这个就是正在保护弱者的居住权的 一个法律规定 或社会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台湾 拥有巨大强势权力的那些房东 都随时可以把房客赶走 以涨价为理由 以我想要租给别人为理由 就可以请你搬走 这个对租房的 没有房子住 必须要租房子住的弱者来讲 是很大的人权侵害 宪法保障居住全席的自由 就变成是形同俱文 所以这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旅行的自由 在国家 自己国内当然要旅行的自由 但是要出国 也要保障它旅行的自由 民主先进国家都会特别规定 你要去对我们有危害 有敌意的国家旅行 政府可以限制你 所以像日本就 到今天还禁止 日本国民到北韩去旅游 要去的话都要特别的申请许可才可以去 这个是基于人权保护的观点 来保护自己的国民 不会受到 因为旅行而受到危害 那移住变更国籍的自由权利 当然也是世界人权宣言保障 或各国保障的一个权利 不只是移到外国去居住的权利 甚至我要放弃本国的国体 要规划变成美国人 这个自由权利 都不是民主法治国家可以剥夺 在台湾很奇怪 很多政治人物常常说 很多人忘本 要变成外国人 但是事实上他自己的子女 从小就是外国人 从小为了取得外国体 都到外国体生产种种 然后自己就自称为 纯种的中国人 被主望中指责那些 不做中国的人被主望中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任何人都有放弃自己的国籍 变成外国人的权利 如果不是这样 那美国就不成为美国 美国人都是放弃自己本国的国籍 变成美国人 所以移民规划变成外国人 只要外国接受 本国没有禁止的道理 禁止本国人移民或规划变成外国人 是没有人权 不保障人权的专制国家才会这样 这个都是我们在探讨 居住迁徙自由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保障的三个重要的部分 谢谢徐老师 刚刚就有关居住迁徙自由的内容 还有一些保障的相关的基准 比如说像有关住居的自由这个部分 除了当然有法定的这些要件 当然可是这个也是还原到 对每个国民的这个利益 如果没有限制住居 当然就会侵害到这个人权 可是在台湾就这一个领域来讲 这个一方面也有涉及到那个社会权的那个概念 就是你弱势者 那随便张黄租要把他赶出去 那恐怕这个在台湾经常会有啦 那法律上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制 等等 这个大概是一个又牵涉到后续也许我们讲的 社会权的一个问题 那至于说变更国籍 或者是移居到他国的这个自由 当然这个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可是这又让我想起说 如果以套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日本有一个那个参议员叫联防 他在日本被质疑说他有双重国籍 事实上他有申请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可是因为日本政府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他连国籍都没办法放弃 所以其实这个移民或者是变更国籍的权利或自由 就又会移到主权的问题 如果台湾不确立台湾的主权 事实上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国籍 在国际社会也不会被承认 那因为今天我们实践的关系 就先到这边盖软弱 欢迎观众朋友 下周再继续收看我们台湾现场学节目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